昨天和朋友们一起聚餐,点了一道了洋葱炒羊肉,美味可口,让感慨颇多,记得以前是不吃洋葱的,不喜欢她那眼睛的气味,也不喜欢她的味道,所以大家一般都迁就我,但反而我在场绝对不点她吃,可是时间久了,慢慢的一切也就变了,现在的我很难吃洋葱。 不论什么吃法我全都能接受,不是被迫,一切自愿,记得最开始的时候,因为对洋葱有阴影,不是很能接受这种独特的食物,直到我知道了她,一切都不一样了,秋天不懂吃这菜太可惜。 记事菜也是要,常吃清热杀菌,降牙护心脏,培根洋葱炒青菜,包一牛妈厨房,配料,培根三片,小白菜三百克,洋葱半个,玉米油少许,细盐,烹饪不整,以备好所用食材。 青菜要再洗好再洗,盐水泡洗好,二锅里加少许油,不沾锅炒菜,油量可以用少少就可以,油微热将洋葱下锅炒至出味,三然后再将培根片下锅铜炒至出味,喜欢嫩口一点的,可以煸炒时间,断一点。 四然后再加入青菜,炒至食材出味熟透,最后加入适量的细粘条各位就可以,五这样子培根洋葱炒青菜就完成了,六美味,烹饪小贴士,一,这道菜可以做早餐配餐的小菜,开胃不伤味,而鸡的在炒青菜的时候,火火大一点,这样子炒出来的菜色比较漂亮一点。 三,这道菜中有培根,脾胃须寒的谢谢下力之人,不宜多食,老年人,胃肠溃疡的患者进食,患有急慢心肾炎者,腹肿,水肿,腹水者进食,感冒胃郁,食用泄力,机智未尽,腹肠疲满者和十二指腔溃疡患者也不建议食用。 四,患有皮肤病的病人,患有眼睛类疾病的人,患有肠胃疾病的病人不宜吃洋葱,比较容易导致病情加重。 你喜欢吃洋葱吗?喜欢美食节的文章请关注、分享。 你有什么供点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